11月11日下午 艺人郭敬安、万启文、黄德斌及一众演员 在香港元朗打石湖食堂艺满训练基地 出席TVB台信剧 致命复活之求生在野宣传活动 三位再次聚首一堂 影片中三人的关系也是观众所关注的话题 文文在此就对三人的关系做了介绍 对 我跟他是在越南的孤儿院长大的 然后在越南的时候就认识他 跟他过来香港生活 很开放的这里 后来他失踪了以后 十年之后我就嫁给德斌 是这样 演员们在台上为聚集积极做宣传 同时也相互调侃打趣对方 引得现场笑声连连轻松欢快 同时此次活动还安排了上述摘牌的游戏环节 安仔被问到最近深夜重播的剧集《创世记》 有否留意自己的演技跟现在有所不同 他很打趣地回应说 当然很大的不同 当年跟几年我都长大了 所以 当然是小鲜肉 小鲜肉 现在是比较老一点 不是老一点 是比较成熟的一块肉 所以整个演艺的生涯方面都已经改变很多 我们俩时做了一切 去听说 我们俩时做时 我们俩时做了一切 大体的背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